Hello, 欢迎来到 视频的频道! 今天就是要去买 AYA 的鸡爬 然后去请串业世界Yogi吃 然后看看一下这个鸡爬怎么样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串业世界Yogi很喜欢吃东西 评论对不对? 所以我就Maya 请他吃 然后我们一起吃这样子 然后现在就是也顺便啦 也去看一下 AYA 的全新的 台客鸡爬是怎样值的 就是它的餐车 所以去到拍给你们看 Maya 要给我脆皮哦!脆皮鸡爬 要辣吗? 要,两片 2片要辣啊? 2片要辣 然后有小吃嘛 我小吃只有鲜蛋饱 鲜蛋饱啊? 这样给我一份? 在这里,就在这边 刚刚我就买了两片 想去嘴巴 一片是串业世界Yogi的 一片就是我的 好了过后去他家吃看一下 看味道如何 我就遇到AYA 因为今天这一片 我是要请串业世界给你吃的 然后我就遇到AYA 然后看到他本来 串业世界啦 哈哈哈哈哈哈 这很久没看 全部头发长上了 哈哈哈哈 而且是全新的哦,是长车 特别的 全新的 一定要看你来哦 还有今天是我特别的offer 就是来这里买水哦 会有offer 你这个影片出了就没有offer 好像也是哦 你影片出了过了 好像也是 对对对对 这样子,等下我们 买了个新鲜业必须要吃 看怎么样 好吗 哈啰,今天来到了 从SYogi的家 哈啰,大家好,SYogi YES,很久没有唱到哈 MCO最近还好吗你 还不错 还死不了 死不了 OK 因为刚刚就是我从AYA 就是买了这个吉他 对不对 也很久 我不知道我让自己以前的味道了 我记得他刚开战的时候 我买过一次 然后到现在 所以因为我很少吃鸡扒那种 所以 因为昨天叻 看到AYA的影片 我决定 要再少多多一次 然后刚好就去那边的时候 看到他们很用心的在炸 然后就想 诶,这次的 应该是有不同的创新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试试一下 想要求我们最专业的 TISGYogi 来配AYA的这个 排客鸡扒 做一个评论 看怎么样 好不好 其实我试过 吃过来 可是我不懂它的味道 有没有包丢啊 对 平时我们看在影片 是不是它的 可能质量跑掉啊 还是什么等等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 回味一下 看它的那个味道 也有去到它当初的第一次 就是在创业那个 时期的品质 看它的品质有没有 我会知道 以前我是不是吃的时候 这个我刚听的就是 脆皮鸡排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它的 最招牌 对 脆皮是最好吃的 吃过它的脆皮原味吗 我觉得它的脆皮最好吃 而且它脆皮要加辣才更好吃 你有加辣吗 我有加辣 有加辣 对啊 加辣的脆皮是最好吃的 虽然我不喜欢吃它 但是我知道 它的加辣一定是特别好吃的 加辣跟脆辣皮 还有就是它其实有开始卖一些 小吃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 神蛋包啊 薯条啊 还有等等一些小吃的东西 但是现在小吃不期为止 可能一些还没有 但是它的 招牌 鸡排还是有在的 所以我们就吃它的招牌鸡排 最近还加入一些 甜品是吗 有甜品 而且冰的甜品 那个甜品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开始卖 没有开始卖 等下我也是要去买的 还没有开始卖 等下是 或是下个礼拜 还是下个月 对 你还买了什么 他们推荐的 我懂了这个 祁司馒头 这多少钱 这个差不多7块 7块 ok 7块5粒 ok 合理合理合理 这个就要吃了 好吃耶 帮忙拿那个起司 真的好吃 来 所以接下来 应该就是吃它的招牌 11% 你到底怎么样 它11%多少钱 11块 ok 价钱一样 一模一样没有起价 哇 还是一样脆 我觉得不错耶 吃起来它的肉会长得一样一样一样 而且是很容易咬 咬的 很嫩 很嫩 不会讲咬到嘴巴很酸的那一种 而且不会干干那种 它皮肉还有保留那种水分啊 吃起来真的是很酸口 真的不错 他们讲真的不错 大家可以去买一下 真的 就是在五复城那一边那一带 几块地点哦 它的点几块地点哦 那个只是一 三面几节吧 一个比几节 一个比几节 这个是餐车哦 跟全新的完全不一样的设计 真的很棒 很不错的体验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它的餐车设计超美的 真的超美 超美 会多人吗 那次你 你刚才去买会多人吗 我三年半买 四点才能到 四点多 这样多的人哦 四点才能到 对 你是全场排队 没有排队啊 但是就是 有些人买了 就离开了 我就倒回来拿 哦 你应该打电话过去的 主流的老师 这样快一点 不错诶 我觉得它平时有维持到以前的水准 这很好吃 你没有 你没有买它去 是不是要先薪品 要先薪品干嘛 它生态炸鱼啊 没有勒 还没有 什么 没有卖了 没有 有卖 现在还没有 哦 还没有卖了 没有 现在只有这两个吧 哦 两个 这个鲜蛋吃得饱 继续吃这个 都好吃 而且它有员工啊 真的是很有礼貌 有几个员工 两个 拜拜 没有请女的 哎呀 你要请女的 这样你的身体才会 才会更好 哎呀 真的要看我们这影片 可不可以教你这样 做什么 哈哈 请美女来 请美女来 穿比基尼来 卖你的鸡排 肯定更好卖 跟你讲 哈哈哈 你去去餐 去餐 还是一样 那么大片 今天 东西超好 带两片鸡排 来我就要吃 还请我吃鸡排 谢谢你 因为我今天看你 那个 一天吃三餐 嗯 好像你太省了 所以已经吃好料理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你觉得最好吃的鸡排 你吃过最好吃的鸡排 什么牌子 嗯 恶魔鸡排 恶魔鸡排 是在台湾吃的 嗯 在台湾吃的 对 哦 我一样 最好吃的鸡排 我也是觉得 二国鸡排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在台湾 几乎每一个夜市 我们都会去吃一轮 对 那个 大概 二国鸡排 二国鸡排 不过 来到马来西亚 就没有这样好吃 你吃过 马来西亚版的 二国鸡排 有 你吃过 你觉得品质一样吗 不一样 我感到那边 我感觉不一样 对 只是它弄起得很松 我是喜欢吃的很松 我喜欢咬咬咬咬 就很爽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就可以去台湾支持它 或者买来吃一下 真的是很好吃 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 我觉得 你们应该没有什么 多在接近 没有 要去试看 要去试看 真的非常非常麻烦 所以 大家 如果你们吃到 感觉怎么样 你们可以在这边留言 我知道好不好 刚刚我做好的龟鸡膏 现在给我们 我穿一次游戏 试试看 评论一下 刚好吃吗 你做吗 对我做的 第一次做 第一次做 可以吃的吗 可以吃的 哈哈 你吃过吗 我吃过啦 可是我第一次做 我还没有吃到 你是第一个 第一个吃啊 对你是第一个吃 OK啦 看起来麦香是可以的 满香的味道 味道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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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感觉这样 是吗 是吗 它 没有外面卖的龟鸡膏 这样苦 它苦味会比较少一点 会比较甜一点 还有 很软一下诶 好吃诶 nice啊 厉害诶 第一次煮就煮到这样成功 哼 玩玩啊你以为 可以诶 可以诶 可以哦 你觉得 没有这样苦 以我现在 你这样子吃辣 你觉得我可以拿出去外面卖吗 可以 哇塞 我这样一罐啦 卖给我3.5元 哇塞 可以 谢谢Yuki的支援 看没有 出来一世界 Yuki就是人非常的善良 诶 不会苦诶 而且有很 蛮天下的诶 你这样做的哦 呵呵 这就是我的秘诀了 你的秘诀啊 你有拍下来是吗 有拍下来 很好吃是不是 不是 你可以去外面卖吗 谁叫你做啊 我家里的 最强的女生 男生的人一定很厉害 超厉害 我从小吃了东西吃到长大 吃吧 成功 吃完吉巴 我们就吃完刚刚 我做的龟银膏 给Yuki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我龟银膏怎么做的话 就看我下一部影片 你们就知道啦 所以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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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